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是礼拜三 我们要到下个礼拜四 才会恢复现场直播 农历春节的假期 大部分的朋友从今天开始 其实昨天我就觉得很塞了 在台北市就觉得开车开不太动 今天更塞 所以在全国各县市的朋友 搭车的不管你是开车还是摩托摆 要调试一下心情 因为我看可能又有搭哪搭 虽然今年的连续假期是七天 但是交通的运输 量还是很大 特别是那个苏花改 我昨天遇到那个宜兰的林县长 他来参加光宇的这个节目 遇到林县长 那花莲现在是徐县长 那个傅昆琪的夫人 这个徐真卫 我好像花莲跟这个宜兰 因为我以前开过太多次的苏花公路 我已经这个 苏花改我还没开过 这个最近比较少回去 我苏花改还没开过 但是你要去走这一段 这个雪山隧道啦 苏花改 就台九线的这些朋友 这个没开过的朋友 我是建议你不要开 我从来没开过苏花公路 我这次来去开的 千万不要 你过年开 你对路况不熟 而且你技术不好 最好是不要 你等改天 人跟车比较少的时候 你慢慢去练 那你一定要走苏花改的 这个朋友 雪山隧道的朋友 一定要这个精神很好 然后这个睡眠充足啦 然后这个慢慢开 因为这台车是 这个无可避免的啦 好 那个明天开始当中 是特别节目 扣掉中间两个 那个作休日 一个作休日 我们会有五集的 特别节目 那我们待会 第二段会跟大家谈 我们的提纲 这个春节特别节目的提纲 那今天狗飞火车选 是赖清德 美利剧也是赖清德 他是我们的 520之后 他就是我们的副总统 那第一段 我们要谈这个蔡总统 跟韩市长 在这之前 还是要这个 先跟我们说的 听到没有 报告我们这个 明天开始的 连续一个礼拜 七天的这个休息 但我们电台的节目都有安排 因为像我们飞地晚餐也都录好了 就你现在看到那个YT的那个 那个run down的那个提纲 都录好了 然后 对 我刚刚这个又是贴 贴脸书没去贴YT 这个比较那个 那这个 还是会有节目 我们各个时段节目都照常 只是都是录音 那就不是现场直播 就不会有call in 也不会有网络直播 因为里面有歌 我们有塞歌在里面 那个有版权 那也不能上传到YT 所以你只能透过收音机 来听我们的节目 你现在看到网络这个就没有了 没网络 就跟这个收音机 也透过我们的app 透过我们的网络收听 还是听得到 但是就跟你现在看到内容不一样 那整整一个礼拜的这个时间 我知道很多服务业的朋友 也是要上班 像这个保全业 很辛苦 一个月只有六天假 就即便你是农历春节的这个月 它还是六天假 那你一般上班族 除了固定的周秀 你有七天假 它就一整月就是六天 然后这个整个 这个福利跟待遇也 这个保全业是很辛苦 那工作时间又长 那不止保全业 我们的这个交通运输 还有很多的这个服务业的朋友 也都是上班 像我们的这个小房司机 很多人都拼了 因为农历春节 那时候也有加成 大家拼现金 所以很多人都没效果 过年时间又拼了一人 都很辛苦 这个经济 这个景气 不像台北股市这么好 台北股市破一万点 可是上次台北股市破一万点的时候是 各行各业都好 那这一次的台北股市破一万点 破了这么久 可是各行业都不太好 那这整个股市的那个结构 跟以前是不一样的 但是这个 说这都没效 说这都没用 我看那个 那个永安渔港 那个很像流氓的 那个卖鱼的那个老板 你们这人家说这都没用 说这都没用 说这都没用 说这实在是没用 这就说没说 来 我们今天来用这一张 当做我们这个 这个 朱年 那非力晚餐的这个 我们的直播 我们用这一张 这个是 今天早上 其实今天下午还有 他今天分了两场 这韩国瑜他发红包的这个行程 那这个 当然其实各县市的县市长 还有一些明代 他们也有类似的这种 贵女贵女发春联 发红包带 这种 其实很多人都有 蓝绿的这个政治人物都有 那这个小朋友 他是 小妹妹 这个韩市长 我把他推大一点 韩市长就蹲下来 就发红包给他 我比 我比较喜欢看到这种 回到2018年 2018年他还没有参加 这个总统大选 然后呢 在高雄啊 这个获得民众支持 跟爱戴的韩国瑜 我比较想 我比较喜欢看到这种画面啊 我 比较不想看到那种 这个 这个骂来骂去 推来推去 各种什么罢免的这个 好 我们就用这个好了 虽然镜头有点 暗暗的 有点歪歪的 没关系 天然的最好 很像是卖猴糖 我有点忘 天然的最好 煮天然的最好 别说这个部份 好 感谢大家 今天再来碰上 待会儿1900 我们回闻看社会 然后呢 这个所有有discord的朋友 都欢迎你来 我们来这个 这个过年 电革命 大家简单聊一聊 然后 我们上个礼拜 不是上个礼拜 这个礼拜一 没有打进来的朋友 或者是个 其他的朋友 都欢迎 我们待会儿1900 但我不会开太晚 因为待会儿2300 已经礼拜三 所以我跟17合作 那个直播 这个待会儿晚上2300 因为2300 那个太晚了 晚上11点 那个我们就不会扣引 所以大家聊聊天 这个 这个中央大选结束 明天开始 七天 其实大部分的媒体 都休假了 我的了解 大部分的什么 政论节目啦 报纸即便有出刊 那也是只留 很少很少的人力 这个简单出个几个版 这样子 希望这七天 能够大家 都 获得充分的休息 除了那个 社会低沉 陈建宗之外 他说他每一天都要上班 跟我们朋友同样 我们朋友做播转的 他说他家都摆掉了 就是今天是22号 他这个月的假 都前面都休掉 他就 所有从这个 这个明天到 下个礼拜的 那个大年初 他通通都得上班 这样 辛苦的人都很多 这个就是韩国瑜 当时讲那个 勿忘事上苦人多 然后 这个 像这个医院 警销 我们的三军的 这个将士 都是 都stand by 各种的这种服务业 什么的 其实都很辛苦 这贵你 好 我们从第一段开始谈起 然后第二段 跟大家报告 我们特别节目的题 我提给大家看 就从去年的1月 一直讲到去年的12月 里面通通都是韩国瑜 然后最后有 败选检讨会 跟慎选检讨会 这个就是我们5集 特别节目的内容 我们第一段从这个 爱与包容开始讲起 就是甲包容乙 那甲跟乙 谁才是最后的赢家 甲乙丙丁的甲乙 甲去包容乙 那是乙得分 还是甲得分 一定是甲得分 怎么是乙得分呢 所以在这种 政治上的这种恶斗 社会新闻的这些 隐居新闻也是一样 谁包容谁 是谁会得分吗 可是这么简单的道理 在我们的政坛是 用不上 特别像高雄的霸函 当然也就是媒体的 推波助澜 那也特定的政治人物 他们就拼命的去推 那你明天就过年 开始休假 我就不想讲 太那个 但是我觉得蔡总统 他没有出手 去帮忙韩国瑜 这是很令人遗憾的 他是你的对手 在选战的过程里面 你们互骂 互相的攻击 什么 那都很正常 选举 可是选后你赢了 而且你是大赢 你不是赢个几十万票 你是赢了两百多万票 你把他击倒了 那这个时候绿营的那些人 在高雄一直吵着 要罢名他 你都不讲话 你为什么不讲话 我今天去录 那个王又正的节目 王又正的 他有一个推论是说 是不是在推这个 罢韩的人 他是一个疑问 他是一个假设 因为现在是引力 他们在带头 在闹 那又正的意思是说 是不是从罢韩的 这个一开始 在带领的 在率领的 在推波助澜的 其实就是蔡总统 这个是王又正的 这个假设 那他讲的 也不是没道理 就是说到底 那你现在去 蔡总统你干嘛 这个就当做局外人 这样子 这样对不对 那当然这 以蔡总统的高度 他应该去 至少去深渊韩国瑜 应该跟大家讲 选举已经结束了 那民间团体的朋友 你们要罢免韩国瑜 我尊重 我是总统 我尊重 但是 但是 但是我希望 这样 那我相信 大部分高雄朋友 会听蔡总统的 而不是听引力的 引力没那么重要嘛 他不过就这个 高雄市的文化局长 这什么 我请问大家 台北市文化局长是谁 不可以Google 我也不知道 台北市文化局长是谁 我真的不知道 你是不是管一个县市 那不重要 所以蔡总统 当蔡总统如果他展现爱与包容的时候 我相信因为他是在高雄是109比61嘛 109万投给蔡总统啊 61万投给韩国瑜啊 那61万就不用 61万是不会去害韩国瑜的 不会罢免他的嘛 那蔡总统如果针对这109万的人去 道德的呼吁跟劝说 站在我的立场 我不希望看到这个 如果你们真的要去罢免我也没办法 但是站在我的立场 我要告诉大家 我 跟韩市长的这个总统选举已经结束了 韩市长也打电话来恭喜我了 他也展现他这个民主的风度 我认为这个事情应该到此为止 那蔡总统的机会啊 这个就是历史定位 这个就是自由时报总编辑周景文讲的历史定位啊 那历史会记上也比如说 当韩国瑜回去高雄当市长 面对罢免的时候 不管罢免有没有成案 不管罢免有没有成功 蔡英文展现的高度 蔡英文原谅了韩国瑜 他包容了韩国瑜 他劝高雄的朋友不要去罢免韩国瑜 不管结果是什么 你说 我讲句比较实战 你说用演的也好啦 这个 这个 假装也好 你这些很漂亮的 很漂亮啦 你把我那个 你选去大家电到这样 现在我贏 我包容你啊 我希望大家不要罢免你啊 让你把这个任期做完 你这个任期做完之后 你能不能连任 你要不要连任 那是你的事情啦 至少我们这个选举 2020到这边告一段落 理论上是要这样的 好 那苦林啊 这个400亿的这个乌龙 他就说高雄市政府 在韩国瑜 第一年就举战400亿 这是一个大乌龙 那苦林呢 我想以苦林的程度 他不可能看不懂 但是他下不了台 他现在一定知道说 这400亿是拿去还旧的债 就借薪还旧 柯批 说他还在500亿 那是骗人的 柯文哲以说谎见长 但是民众党的那些 我就不知道该怎么讲的 台北市怎么可能 莫名其妙还了500多亿的债 他是骗你的 他是拿新的贷款 去还旧的贷款 好 然后因为新的贷款利息比较低 好 那是挖东墙补习奖 他是把捷运的那个基金 拿去还债 就挖东墙 这吴碧珠议长都讲了 吴碧珠在台北市 因为几年 你去问董哥 吴碧珠才是pro的 柯文哲是外行的 吴碧珠议长才是 真正的专家 不过他已经不连任了 他那时候就直接跟柯文哲 讲说你这个是在玩会计的手段 你骗不了内行人的 但是外行人就一直被骗 其实我相信苦林也知道 他讲错 他下不了台 他不能跟韩国医道歉 他道歉他在绿营他就垮了 他也不能认错 不好意思我错了 原来道歉是这么难 这个苦林 结果高雄市本去告他 那因为这个举债 这个东西是可受公平之事 你告苦林的意义不大 这官司不会赢 你明明不会赢的官司 你去告 我就不晓得目的是什么 我不太懂韩国医跟他的幕僚 包括李嘉芬的幕僚在想什么 你去告一个人 然后你知道我一定 这个官司我一定输的 你告他干嘛 好 以送职棒 我要表明我的立场 就像永安渔港那个老板讲的 说那都没用 那没用 你去告 就我前面讲 你包容他得分的是你 你为什么不包容他呢 所以如果韩国瑜胜选的话 如果韩国瑜当选总统的话 他告那些媒体 告那些名嘴 告那些政客 其实都应该策告 像蔡总统 我讲实在话 蔡总统他那个论文门 他跑去告那个彭批 他去告彭文正 然后去告那个赫德芬克老师 这当然也 我是不赞成 除非像什么 像那个马总统 马总统去告梁文杰 那梁文杰呢 因为他讲的时候 我人在现场 梁文杰讲的时候 我坐他的隔壁的隔壁 我人就在现场听着他讲 其实跟梁文杰本人 其实没什么关系 因为梁文杰是新潮流 他是奉命行事 他就是一个新潮流的打手 你很年轻 新潮流重点栽培的 这个终生代 新生代 马总统那时候 为什么去告梁文杰 梁文杰说 马英九收了主头的钱 一个我们中南部 很有名的那个主头 那个主头以前做过 那个职棒前赌 就最早期那个什么石鲍银啊 那个什么什么卫权龙啊 很早啊 那个职棒前赌 那个组头很有名 画最坚重的 职棒前赌 就有点扩大经营啊 现在做六合彩 六合彩 六合彩就比较固定啊 你六合彩你二十六开奖嘛 现在还有金彩五三九嘛 你变成一到六都在开奖 开奖 其实这都是 你看嘛 听众美不是说 我要跟你讨人情 今天一月二十二嘛 对不对 选完已经十几天了嘛 对不对 请问大选赌盘在哪里 你不是跟我讲大选赌盘吗 啊警政署啊 什么最高检察署 什么刑事局什么赌盘在哪里 啊你不是说 什么买菜买鱼 啊不啦不啦 这下纸大堆 下纸今天 你说地下赌盘 几百亿啊 在哪里 所以如果你还是相信那种新闻 我就没办法了 没办法了 我刚刚讲说 如果韩国瑜胜选的话 应该针对这些东西撤告嘛 就不应该去告 那现在是败选嘛 败选就更应该撤告 你去告那个 我认为那些官司都不会赢啦 我认为啦 甚至连吴子家那个都可能会输啊 吴子家说你 那个跟新庄王小姐 这个有小三 生了一个女儿 北检是起诉吴子家 可是北院不一定判他有罪啊 大家了解我意思吗 检察官是认为你有犯罪刑事 他就可以起诉你 可是有没有犯罪 那是法官决定 不是检察官说就算了 到底 这帮不能讲说是可受公平之事 这个事情他 我认为啦 如果我要判他无罪的话 我会这样写就说 因为韩国瑜是高雄市长 参选2020年的总统 他有足够的这个媒体的 采访跟报道的空间 证明他的这个清白 所以我会判吴子家无罪 我会判他无罪 如果我是法官 但我不是法官啦 就说 那你其他去告 像你去告张亚琴 你去告黄光琴 你去告那些 骂他的媒体 像什么廖小军啊 郑佩芬啊 去告这些人 我都觉得不妥了 其实因为他们对你的质疑 他不是真的质疑 他因为你要选总统 那他们为了种种原因 去对你的质疑 那个在选后就应该放下 甚至选前 我都觉得你不应该告 你不告他们 得分的其实是韩国瑜啊 我在选总统 你们对我这样的一些攻击 跟打压什么的 我爱与包容 我不告你们啊 那我告诉大家 我的这个竞选团队 我的新闻稿已经告诉你 对他们的总统质疑 我一一的反驳 这些都不是事实 我做我的澄清 你们要继续抹黑 我也没办法 我为什么这样讲 因为这个刚刚讲 苦灵这四百亿这东西 你看 其实绿色媒体他谈 他没有把真相讲出来 真相讲就只有四个字 叫做戒心还救 是苦灵搞错了 苦灵弄错了 因为他不是专家嘛 他也听别人讲的啊 他也没搞错 弄错了 他不承认 现在的问题就是说 你看一百零九比六十一嘛 就是我们讲那个高雄盘 那个选举的那个票数 其实很多人是不知道真相的嘛 就很多人以为韩国瑜 当高雄市场第一年 他就举债了四百亿 他第一年就举债四百亿嘛 对啊 可是他也还了四百亿啊 那你不知道而已啊 我只跟你讲前半段 他借了四百亿啊 他还了四百亿 他就不讲了 这就是 他从源头 他就把你锁掉了嘛 我就不告诉你真相嘛 我们今天在右证节目讨论 那个什么 以前陈局的一个处长 他说韩国瑜还跑去问陈其迈 为什么登革热这么严重 韩国瑜有去问陈其迈这个吗 有吗 没有啊 但是你不知道啊 因为就是特定的媒体在乱写嘛 登革热的那个经费 行政院给的不甘不脆 还让陈其迈去作秀 那陈其迈是拜君之将啊 以来韩国瑜也是接待 两个人一起去看登革热 然后聊个两句记者就做文章 说啊 韩国瑜问陈其迈为什么 这个人 他根本不是讲这个啊 那个事情从头到尾都是假新闻 可是陈局以前的处长 他以为是真的 今天如果韩国瑜对登革热 真的有任何的疑问 因为他也不是专家 他不是跑去爬树吗 他不是专家 陈其迈 他也不是专家 你真的要遇到这个状况 如果韩国瑜真的有问题 他不会去问陈其迈啦 他会把高雄市政府相关局处首长叫来说 哎 这现在到底是怎样 有什么这区特别的严重 为什么这个 这个确诊的病例都在这里 什么以前这样这样 他就问他不会去问陈其迈这个啊 那大家不理解是 现场这么多记者 好 就陈其迈跟韩国瑜一起去看那个 那个疫区的时候 现场那么多记者 如果你是韩国瑜你会问吗 你会当着这么多记者面前问陈其迈说 哎 这当时怎么这么严重 怎么也大爆发 不可能嘛 你你你用常理想也知道不可能 可是就有人以为是真的 啊你韩国瑜大草包 当市长还不知道 还跑去问陈其迈 这个就是绿色特定媒体 我就不让你好好做嘛 韩国瑜他利用六日跑去 这个外县市参访啊 特定媒体记者喊啊 就当着所有的媒体喊说 韩市长 你知道纳玛夏在下雨吗 纳玛夏在下雨 所以就不能不能到外县市去 去去浮悬嘛 我挑纲的啊 我就说纳玛夏在下雨啊 纳玛夏在下雨 在韩应变中心人是李四川啊 三级开设只要局长坐证就好了 我派副市长坐证 你这样子你特定绿色媒体 还要用喊的 市长 你知道纳玛夏在下雨吗 你中高哦 去这就是中高 那个不叫采访啊 那个叫做挑衅啊 但李四川在 在应变中心坐证 他写不写他不写啊 他不写啊 我干嘛写对韩国瑜好的 我就讲你看 你看我们记者用喊 韩国瑜都不理我们 人家副市长坐在 应变中心你怎么不讲呢 所以我为什么跟刘维成讲说 被骗的人多 蔡英文当选 被骗的人少 韩国瑜会赢了 你现在回头看 就被骗的人比较多啊 他不知道真正的新闻是什么 到今天还有一堆人以为 韩国瑜第一年 就举在四百亿 你这刘维的儿子 你说高雄欠少欠三千三百亿 结果你做第一年就欠四百亿 有吗 他就四百亿也含四百亿 你不知道啊 你就是去用筷去背望了 你就是好骗到搬家了 所以我一直讲 苦林的那个 他自以为是 我请问苦林 如果韩国瑜第一年 就举在四百亿 轮得到你来爆料吗 你觉得高雄那六小福 会放过韩国瑜吗 那个翻白眼 那个会放过韩国瑜吗 你敢举在四百亿 高雄市议会都吸掉掉 高雄市议会都不知道 然后由你苦林来爆料 你借了四百亿 轮得到你来爆料吗 你想也知道嘛 你根本就不是高雄市议员 我跟你讲 那个高雄市政府的预算 高雄市民进党党团 以完他是鸡蛋里挑骨头 他哪有可能放韩国瑜好鬼 你敢举在四百亿 早就被骂死了啦 轮到你来讲 这实在 那个乡前 爱与包容爱韩国瑜开始做起 要用韩国瑜开始做起 策告是第一步 这个时间不好 要挑在开春 过完年之后 找一个好的时间点 然后这个记者会也好 新闻稿也好 这个看看韩国瑜怎么这么 然后对所有的 通通都策告 我不告诉大家了 爱与包容我自己做起 磨过狗 那这几天韩国瑜回去上班之后 都所有媒体的独麦 各种的这个什么 电台那些记者很无聊啦 人家就跟你讲说 我不访了 不给访了 你就是问了什么国民党 谁要选党主席 国民党的什么 九二公司什么 韩国瑜都不回答 我一直想说 如果去年就这样 该有多好 没关系 那韩国瑜这高雄市长 是浴火重生 还是谢谢收看 过完以后就知道 非得晚餐 我是陈辉文 那看看这个YT聊天室的状况 就知道说 要讲这些东西是 非常的困难 像那个某网友就说 可不可以不要当民进党的狗 那你把名字写出来 我就告你 不会啦 你就算指名道姓讲我说 陈辉文你不要当民进党狗 我也不会告你 那个黑皮吴 因为你认识我太晚了 洪仲秋事件 有人说 我收了国防部的钱 说我收国防部的钱 所以我骂洪慈勇 我有收国防部的钱吗 我有去告那个网友吗 没有 我不敢说 我做到爱与包容 但是我不会去告人家 我跟1450一般见识干嘛 所以这些东西 要讲到大家了解是很困难 但是我认为韩国瑜应该要懂 他是高雄市长 他是选总统的人 他的那个高度要出来 就是你讲爱与包容 可是你没有 我被逼到这个墙角的 那他们就一直黑我 然后呢 然后大家都看你怎么做 你如果还是要用提告那个 那个不好 那个不会 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 你一直坚持提告到底那些人 其实你可以利用那七天去想一想 去想一想 如果你还是觉得一定要告 因为我讲的不一定是对的 我也没有要说服你 我讲我的看法 这个听众朋友观众朋友 你们买单不买单 或韩国瑜他听不听 那个都不重要 我只能讲我所确信的东西 那如果你一直觉得告是对的 一定要告绝对不能测告 那so what 那就继续告 你等着看最后的结果是什么 其实就会很清楚 但我们1900有那个 会论看社会 那现在的问题就是说 那个90% 韩国瑜他的形容词 有90%的媒体 就是看多少人他的讯息是错的 那多少人知道的讯息是 真实而且完整的 包括韩国昌闹得乌龙 从头到尾都是乌龙 到现在还是乌龙 我也不晓得 韩国昌要怎么办 就韩国昌 是不是应该给李嘉芬 跟他爸爸一个 一个一个 一个致意或是道歉什么的 你不是讲话很坏天 你在建国呢 没有证据啊 跑去挖 挖了38个洞 挖到什么 不知道 那是用纳税人的钱去挖的 选钱 就是认识那些路啊 那在旁边 旁敲侧击 在那边 彻翼 附和的是谁 就是公权利啊 就是国有财产局那些单位啊 哦 哦 立委说啊 我来我 那韩国瑜 你中人的 以前的什么 多少年以前就去挖啊 好 所以这些东西都 都需要爱跟包容 爱与包容啊 爱与包容就从韩国瑜 自己开始做起 那才会让他获得 那个中间选民的认同 我还是不会改变我的看法 那他如果坚持要告 那我也没 逼他侧告吗 我也没那么无聊 你觉得这样告是有 其实像告苦灵 我也觉得 因为你夜框时都澄清了啊 苦灵是错的啊 那你跟苦灵一般计较干嘛呢 你真的要跟苦灵一般计较吗 就是你讨厌黄安 不要变成黄安吗 黄安就是一个垃圾 然后每天躲在大陆 然后一天到晚讲 我们这边事情 这是个垃圾 就不要理他 讨厌黄安不要变成黄安 讨厌民进党 不要变成民进党 讨厌1450 不要变成1450 你不要跟他一般计较 苦灵他就弄错 弄错就弄错了 韩国瑜应该幽默一点 那个苦灵老师 他弄错的 其实我借了400亿 我也还了400亿 后面这一句 我帮苦灵老师补充 快过年了 这件事情就算了 我就不告了 各位对我们高雄市政府的财政 债务什么 有什么问题 都欢迎各位提出质疑 在我们可以放回 我们通通都回答 韩国瑜要得分了 高雄市民 全国民都说 韩市长有度量 苦灵他叫 他不告他 他还帮他讲话 韩国瑜应该跟 所有的韩粉讲说 不可以去苦灵的 联书洗版 不准去 去了就不是韩粉 苦灵老师 弄错了就算了 反正我们解释清楚了 扛了这3300多亿的 这个债务 看要怎么还 我们再来想办法 高雄市政府根本没钱 去年的 税出跟税入 还minus 也是举债 举债有人说14亿 有人说36亿 不管 反正就是没有balance 也没有多的钱可以还债 还透支 那绝对没有举债400亿 我没交给他开 你就包容他 这得分的不是苦灵 苦灵反而 羞愧到无地自容 我不告你 我还原谅你 我还叫大家不要骂你 不是解决了吗 这样比提高好 但是这个 来 让他开放call in电话 来 0223639955 这个猪年 最后三通 鄉亲现在电话卡来 0223639955 那今年打过的不能打 那个 上个礼拜打过的可以打 不过我是希望你不要 然后呢 最近在discord聊过天的 也希望你把 把机会当给别人 这规定还蛮多的 来 0223639955 控制2363 我们来说一下 这个总统的代算 算了两个一百 这真是一场噩梦 但是梦还是要醒 梦醒十分 哈啰你好 哈啰 你好你好 哇这太幸运了 我能够打进来 你好 我台北姓陈 陈先生 你好 哇太高兴了 你好你好 我们是你忠实 但是我一定要讲 您有一个 我跟您不同意见 我做过选务人员 这一次的选务 不清点 空白票 这就是可以搞鬼 你看过魔术 魔术下面有个板子 为什么不清点 空白票 刘德勋委员纠正 监察院纠正 但是中选会不理 这个中间就有猫腻 我没有说他做票 但是他有 有让人家想象的空间 陈先生他最后是输 两百多万票 对 你但是 我跟输多少票 没关系 但是中间有没有 这个做票 做鬼 我觉得这中间 会有想象空间 以后 一定要 这次过去了 以后 一定要 清点空白票 陈先生你 你什么时候 做过选务人员 我 从 我在公家机关服务的时候 就 就开始做选务人员 但是我因为退休以后 就 就没有 没有在担任 我做过主任 主任 管理员 200多万票 要几个投开票 同时做才有办法 你看那个票 有的票是没有责的 我们现在不是说 他一定有做票 我是说 这样子会有空间 如果今天我是主任管理员 我去 我去拿箱子 然后我可以 做一些操控空间 他不一 我不是说每一个 而是说 这个有 有这个空间 也许他想 我 那个时候说 他可能会输 所以他就做 但是没有想到 他会赢这么多 我的意思 还有就是论文 绝对 绝对有问题 今天 今天我们都认了 我只是说 不要让大家 有想象的空间 这是可以修改的 以后 应该要照着做 陈燕 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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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讲的是对的 那为什么国民党 跟韩国瑜 都没有针对这方面 有什么谈话 或什么的 我是 这就是您刚刚讲的 爱与包容 我 我 我 真的 我是觉得说 这个就叫做爱与包容 不是 因为要再去 讲这个事情 可能 大家会觉得 你输不起 我觉得 算了 因为真的是 真的是200多票 我跟你讲 最后一句话 两个场子 我都去看 前一天 再前一天 韩国瑜场子 跟两个真的差太多了 而且您去看 谢谢 因为其中一个 其中一场我也在现场 凯刀那一场我也在现场 我之前就跟他说 初选比民调 大选是比选票 大选不是比扫街 不是比赵氏 不是比那个什么晚会 大选就是比选票 因为明天就过年了 我就那个 你觉得票有问题 你觉得论文有问题 我都尊重了 因为我又说就变我三百了 你听我 我就不要再讲了 我再讲就变成我自讨没趣了 很多朋友认为票有问题 我一定 有嘴说我没问题 你还是觉得票有问题 我干嘛去说服你呢 你就一直活在你的 那个想象中 哇这个票有问题 这个空白票什么 那我就 我就不再 argue了 那我要怎么讲 你才听得懂 你一直觉得你讲是对的 那我也 我也无能为力啊 站在我的立场 我比较希望 02363995来 贝勒晚餐你好 哈啰你好 你好 欧雯哥你好 新年快乐 新北快快 快快你好 来 你好 问哥你刚刚讲的 其实你说苦林 策告这个东西 你讲的其实都对啦 爱与报也对啦 但是现在媒体90% 基本上都是黑寒的啦 他们会报吗 好 那快快那90%这个怎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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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回来 他选后还是90%啊 对啊 如果民进党继续执政 永远就是90%啊 甚至于连10%的那个媒体 可能到时候因为换造了也会被 被他们弄掉啊 快快你讲的会不会太白了 没有办法 你是媒体低沉 我也是低沉啊 那这个就是直白话 直白话人家不愿意听啊 可是快快被90%的媒体围剿谁受得了 对啊 那后人说你之前讲的 你今天的今天的心情指数只有10% 那你只有少数被人家影响 你就撞不住啊 那我请问一下 韩国瑜怎么会受得了 那韩粉怎么会受得了 那这个政策要怎样 你老公我也不知道啊 他可能没人家算啦 你说没人家算 肉质要算啊 他好像比较重而已啊 好谢谢快快谢谢你 谢谢你 拜拜拜拜 谢谢 这就是说医药 为什么很多人他不应该 我们参与人家 有能力解决问题的人他不选举啊 很爱选举的人他没有解决问题的能力 就是这样 柯文哲讲说 这个我们不需要不缺那个 发现问题的人 我们需要解决问题的人 他也不是啊 他就每天干干干 他也没办法解决问题 我说像韩国瑜这样状况 就是被90%的媒体 以后没有人要选啊 只要你站在民进党 站在新潮流的对立面 你就是要被抹黑抹红抹黄 然后一堆媒体跟疯狗一样 拼命的骂你修理你扭曲你 你举在400亿 神经病啊 他也还了400亿 你为什么不讲呢 然后大家就以而传了 然后一直给你洗洗洗 然后大家都 你那样欠这么多 我们花两亿罢免韩国瑜 他如果再当三年 他又要再举债一千两百亿 两亿跟一千两百亿 当然是罢免韩国瑜才划算啊 这就是好骗派 苦林他是个外行人 不是说我要骂他 你讲的是错的啊 讲错不承认 讲错也不道歉 那怎么办呢 这真是 这坚敌 这下回 其实国家会鬼混三十年 他不是没有原因 我们从李登辉时代 一路鬼混到现在 然后那个现在媒体 然后我们那个 那个去年的经济产率 四小龙第一名 那是骗你的啊 新加坡受到那个 美中贸易战的影响很大 南韩跟日本最近处不好 香港就不用我讲了吧 所以另外三小龙都黑黑黑 那我们是因为受到热钱 还有这个全球股市 这个上涨的影响 台北股市很好 我们经济 我们比较 比较自身事外 就是我们经济产率 可是我们的这个GDP 是四小龙的最后一名啊 新加坡六万多 香港五万多 有人说香港四万多 有人说五万多 南韩三万多 只有我们两万多 然后跟人家说 我们经济产率第一名 自己骗自己啊 可怜 来 还有一同后 哈喽你好 你好你好 你好 小姐你好 先生 你好 高雄青菜豆腐汤 这就是老朋友你 青菜豆腐汤 你为什么取这个名字啊 因为每次去吃个餐厅的时候 都会点这个汤啊 青菜豆腐汤 好 来 来你说来 我高雄两人 我投的都没上 哇 你这歉人 你们高雄为什么开出来是109比60亿 你讲一下我听听看来 我跟你讲我观察真的 第一个是其实我 像我们岩城那边啊 市场的时候很多人是 投韩国语 好 所以很难得投他 我觉得他有关心落势啊 但是这次很多人真的没有投 主要还是他们觉得落跑啊 就是才做几个月就跑走 所以这一点 霍伦哥你讲的 你讲的那个概念 我觉得 韩国瑜可能 也媒体也不让他讲清楚 哪个概念 就是台湾好 高雄才会好 那是他讲的不是我讲的 我是引述他的话 对对对 引述啊 这概念有点像 像这个泰新的概念 他们 他们没有办法接受 像那个 像爱因斯坦的论文一开始出来 也没有人看得懂 你今天都让你扯太远了 爱因斯坦看得懂 高雄 台湾好 高雄才会好 改变台湾才会 改变高雄 这两句有很难吗 可是他们就觉得 他们他落跑啊 就是他们没有办法接受这个 就是 而且而且很难 现在都让一个高雄市长 怎么做产业升级啊 是啊 是啊 这样很难 很难理解 而且后来那个媒体 因为很多人是看电视 那个媒体这样 不让他讲清楚 我觉得很多韩国瑜或国民党的论述 在媒体上 就算你讲清楚了 绿媒update完了 他就是要给你讲update前的 他就是不让你任何机会 证明跟澄清 他有update 但是他就是要讲以前的 就跟苦林一样嘛 我就要跟你拗就到了 我就要东扯西扯 因斯不认错就对了啦 新年到复当新年快乐 谢谢你 好 新年快乐 谢谢 感谢你来帮中和支持 谢谢我们这个 这个猪年的 最后一通 由高雄的青菜豆腐汤call in成功 谢谢大家 我们进行一下广告 链铛 我是陈灰文 那刚刚没有办法call in 今天的朋友 可以到那个YT的观点频道 我们大概1900 有那个灰文看社会的 那个discordcall in 那待会我用这个最简短的时间 在一人一分钟 或是30秒 快速的接大家的call in 也跟我们discord上面的朋友 拜个年 然后这个聊聊天 然后就接下一通 快速的接 看能接几通 因为这个 待会2300晚上 我跟17合作直播 也要在这个猪年 再跟大家来回顾一下 这些 历历大的事情 刚听到青菜豆腐汤讲的 那个落跑的那个部分 因为那种刻板印象 一旦造成 它是很难去弥补的 很难去挽回 像那个凤凰与鸡 他当场就道歉 他那天道歉了三次 讲错话道歉了三次 绿眉是不帮过他 照样是K 修理 这个很难 我不是说要帮韩国瑜去解释 而是说任何人在这个绝对媒体的这个劣势之下 他是被刻意的放大 扭曲 栽赃 螺织 构陷 挖动给你跳 这样的 注意点 没人动得掉 你之前累积的再多的声量 再多的什么 你遇到这样的一连串打气 我会觉得 就站在 我觉得韩国瑜很肯定一场 我是心疼 因为我觉得说 既然政治是要摸到这么垃圾 那如果真的被罢明了那就算了 我讲实在话是这样子 因为 这样跟你垃圾怎么有什么意思 每天都你控制住的啊 每天垃圾 每天黑 每天他任何的成形什么他都去扭曲你啊 你很难把话讲清楚啊 那 我觉得以目前的状况来讲有困难 因为你看到选后十几天的 这个特定的媒体他并没有松手的意思啊 他就把韩国瑜当作这个猎屋的对象啊 继续的往死里打 然后各种的这个 也没有停 然后当明天啊 明天这个 最少要休个七天吧 那个把农历春节的这个假修一修 那这个罢韩的这个联署啊 那么第二阶段联署 也在高雄会开始推 然后就继续的动荡 其实选后 这引力他们比较没有那个概念 就是说 其实以蔡总统他1月11获胜之后 到2022的11月才有选举 就足足的两年多的时间没有选举 但是对我们台湾一个 休养生息很重要的时间啊 两年多的时间没有选举 那你这个罢明搞下去 又到5月6月去了 又拖鸟又拖回去 这到底有没有那样的必要啊 那另外一个必要说 韩国瑜在遇到这样的打压的 这个情况之下 那韩国瑜还有没有必要说 我就 拼到高雄市里 拼到这样 国庆上贴到这样 那当然他现在回去当高雄市长 他当然对高雄市民有那个承诺 所以我刚给大家看那个 这个韩国瑜跟 八红包给小妹妹那个照片 还有他这个昨天发句子 给这个媒体记者展现的笑容 我比较期待 喜欢这种正面的力量 而不是那种 一四五零那种带风向啊 骂人啊 断章取义啊 去截图啊那种的 那个对整个社会是 不好的 是退步的 那韩流的那个正面的东西 被磨成这样子 其实非常非常的可惜 祝大家新年快乐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